今天早上 75,000名 Kaiser Permanente 的員工 正式發動了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醫療罷工 其中6萬人位於加州 據悉今次的談判一直通宵持續至早上6點 但直至最後一刻 雙方仍未能達成協議 除了為員工爭取更好的薪酬和福利外 工會表示有很多醫療工作者 都是長期在人手不足的高壓環境下工作 所以這次談判的主要訴求 也包括要求 Kaiser 解決目前的醫療人員短缺危機 而在罷工開始之前 Kaiser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們的管理層和工會代表 在談判桌前通宵特丹地努力達成協議 在昨日結束之前 雙方已經有就幾個重要事項達成共識 但工會方面則認為 在這次的談判中 Kaiser並沒有對人員短缺危機給予足夠的重視 也沒有對此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所以工會決定發動為期三天的罷工 由今天早上6點開始 一直持續到星期六早上6點 雖然Kaiser的醫生和護士 並不會參與這次的罷工 但這次的行動涉及到包括實驗室、手術室、技術人員、抽血和家居護理等 許多醫療專科部門的工作人員 所以對於需要做化療又或者手術的病人來說 將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Kaiser方面則計劃在罷工期間 擴大他的藥房網絡至其他社區藥房 重新安排一些非緊急性的手術 並聘請更多外援的護理專家 來協助緩解罷工期間的醫療需求 天下衛視記者黃靜採訪報道 中文教長